洗衣机正在快速的旋转 老外往里面扔了大量的石子 用往里面倒了大量的洗衣粉 洗衣机开始旋转 慢慢的产生了许多泡沫 最终发现这些石子都被洗得非常干净了 而接下来竟然又准备了一些固态酒精 放进了洗衣机当中 点燃之后在洗衣机里面着了起来 然后洗衣机开始旋转 里面的火焰也在跟着旋转 在上面还冒出了一些白烟 老外看起来真就是吃饱了撑的 接下来又准备了一大挂鞭炮放进了洗衣机当中 点燃之后一阵浓烟冒了出来 里面的鞭炮也全都变成了黑色 接下来老外又准备了一些摔炮 把摔炮都放在了一个碗里 然后直接就到进了害童当中 摔炮进入之后相互碰撞都发生了爆炸 在洗衣机里面冒出了一阵一阵的火光 又把摔炮放在了笔记本上 然后抠上根使劲的按压 最后发现笔记本竟然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还剩下一大堆摔炮 老外就来到了屋顶 把这些摔炮全都倒了下来 摔炮落到地上也全都发生了爆炸 一时间产生了大量的鞭炮碎屑 屋子里也是烟雾弥漫 这种试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 总共重点实际上 我把这些摔炮给你 让我把这些摔炮 摔炮